时间比较久了 所以另外有一个可以改用 不连线的版本 那这个不连线的版本 你就必须要到那个 JQuery Mobile官方网站上面 去下载1.45的版本 不过因为这个可能 要抓蛮多东西 抓哪些东西呢 抓1,2,3个东西 其实可能会东漏西漏 所以我担心各位有些漏掉 所以干脆怎么样 我已经先把 叫做JQuery Mobile 1.45的 这个目录 那这个目录的话 我有把它压缩一个档案 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们的云端上面 你们找一下云端上面 应该会看到有一个档案 应该是叫VA 就是刚刚那个JQuery Mobile的 那个1.45的这个版本 我是把它放在应该是1. 这个这个应该是03里面 对在这里 它的档案大概600多K 那所以呢 1请各位 如果说你要用的 当然不用Visual Studio的话 因为我担心说 会不会将来 你们在交作业的时候 那个环境虽然不算复杂 但是还是设定上面 还是有点难度 所以假如说 你在佼佼作业的时候 发现说 你那个软底一直有问题 那没关系 你用第二个方法 就是呢 你把1.45的版本 这个把它下载下来 那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请记得解压缩之后 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们的网站根目里面 所以一先把它下载下来 已经下载了 下载完之后的话呢 在资料杂中显示好了 把它打开来 按右键 解压缩 致辞 它会产生一个 JQuery Mobile的目录 那请你把这个目录怎么样 特别说 里面不要再一层 我刚刚是按右键 解压缩致辞就好了 你不要解压缩到那个里面 变成说里面又一层 你要记得打开来看一下 里面看到 如果没有再多一层 那表示没有问题 那你把这个目录怎么样 直接整个 放到我们的那个 根目里面 我把这个设定一下 因为我这个网站设定一下 这个 就是 Dreamweaver里面设定好 跟前面一样 因为这个环境会还原 所以我每一次 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把这边改为传统 把它改为 这个地方 然后再来的话 当然你不用开启任何的 这个档案 直接把刚刚 在下载里面的东西 就这个东西 里面记得 不要再多一层 直接把这个东西 拖拉到哪里 拖拉到我们的网站里面 记得不要丢错位置 就是丢在这边 反正丢进来之后 那你会看到 丢在这个 这个网站 你会发现 本来就会有一个 JQuery Mobile 那它在它的下方 会多一个1.45的版本 等于是说 会多一个新的版本 那这个等于是说 我们之前本来是连线 直接连到那个 官方网站上面去抓 那现在的话就不用了 那里面的话有一堆 因为我是直接把它 官方网站上面的那个整个 直接全部下载下来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一样 把那个Index打开 那我们之前 本来是修改了三行程式 我把它分割一下 修改三行程式的话 最上面这边 本来是这一些 然后我上礼拜有讲过 把它注解掉 后来改什么呢 改这三行 一 这个超 这个是 它的 它的什么 它的CSS 不过你会发现 它一定是连到哪里呢 连到HTTP 冒号 两斜线 这个是连到网路上 所以它一定是HTTP开头 那如果说 我不要让它连到 它的官方网站上面的话 那我就直接怎么样 告诉它说 我的这个东西 后面这个东西 是放在我的根目录里面 这个位置 的底下 OK 所以你可以怎么改呢 把前面这一串 从HTTP 到那个 最右边这个斜线 这个最右边的这个斜线 也就是说这个档案 现在是在这个目录里面 可以找到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如果你担心打错 你可以把这边 按右键 你可以有一个是把它怎么样 做一个编辑 重新命名或F2 然后把这些 用复制的 我觉得有时候比较保险 复制起来之后 把它盖掉 有没有 意思是说 你不要到网路上找 你直接在哪个地方找呢 在这个目录里面找 就会有这个东西了 你不要再到网路上找 因为将来如果封gap 他会把它封锁掉 会抓不到 那现在的话 改由在这边抓 所以把它复制 或按F2 然后把这个 刚刚复制的那个名称 贴上就好了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直接到 我现在的 这个网页里面 会有一个目录叫 JQ MOBA 1.45 这一个 那用复制贴 主要好处是 因为如果你里面 只要打错一个什么 减号 减号 这个插一个字都不行 其他都一样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http到那个呢 最后一个斜线前面这边 把它贴上 意思就是说 请你到这个目录里面去找找看 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到这边 看到最后一个斜线 最后一个斜线留下 把它贴上 OK 这样一二三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 然后 如果你担心做错的话 其实我在云端上 也有把 最后的这个 其实就是这三行 所以如果你担心做错的话 你也可以 Ctrl C 然后呢 直接在这边 Ctrl V贴上 OK 贴上的话 应该就OK了 把它贴上 看一下一不一样 好像应该一模一样 所以 基本上贴上 那这样OK了 那再来跑的话 基本上就比较没有问题 所以 一样 不过现在版本 已经改1.45 所以如果你及时的话 它理论上会出现 但是它的icon会失效 所以1.45的话 比较保险的做法 一定是 在浏览器中预览 然后储存一下 这个地方呢 记得 把它允许封锁一下 你会发现图示就正常了 对外连接这边 应该都OK了 只是说因为Phone Gap 如果透过Phone Gap 转换的话 这个对外 因为它也是连到Google网站 会失效 其他应该都可以 其实除了这个意见回复之外 其他都没问题 所以这个当然 也不然的话 就是不要意见回复 也许你们将来作业里面 可以不要 不要有一个意见回复 然后这样也是一种方案 那你一样 可以把这个做完的东西 丢到那个 Phone Gap上面帮你转换 下来也是1.45的版本 OK 那也就是相片欣赏部分 一样可以向左 有没有 向右 这个都不会有问题 因为为什么又1.45 因为主要是这个功能 向右拨 向左拨 你手 当然将来这样拨都OK 那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是记得 下载这一个拖拉进来 放个位置 记得不要放错 二的话 修改它刚刚的这个路径 这样的话 一样可以 不用连到官方网站上面 一样可以产生1.45 那一样可以向左拨 跟向右拨 因为如果你向左跟向右拨 你不用1.45 这个效果是做不出来的 那么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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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